美国来租进口之后 接下来是否日本何时也要扣关呢 尤其朱日代表谢长廷 最近无预警的回到台湾 也掀起了一波日本核灾食品的讨论声浪 面对国民党立委活力全开 频频询问谢长廷他回台湾的动机到底为何 苏贞昌一度还被问到语色 而谢长廷见总统蔡英文 但是呢没有见苏贞昌哦 也被挑起三个人互动的敏感神经 也让苏贞昌连忙澄清说 总统什么事情都会让他知道 谢长廷代表他回来做什么 我不了解 主任代表谢长廷日前回国 国民党立委紧抓议题连番质询 想了解他为何突然回来 他要回国接任新职吗 没有 确定没有 没有 还是你不知道 没有 一连被问三次突然停顿下来 由于有传闻 谢长廷可能接任行政院长苏贵的迟疑 更让人多了几分悬念 尤其来出进口后赛部是不是日本核实也将扣官 何时议题没松口因为现阶段苏内阁已为了开放萊豬被订得满头包 强调和总统沟通很畅通 总统和苏费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萊豬核实议题再次受到检视 记者附上林凯军台北报导